哈喽我是小薇 那我现在人在我的office里面 旁边是我的可爱的小鱼缸 然后这就是我平常工作的地方 前面是窗户 等下给你们看一下 然后右边是一个green screen 这边有两台电脑 还有一些有的没有的 ok 那我在这个video会整理出 大家平常问我的一些问题 然后我会在这边做一个Q&A 然后来回答你们 那Let's go 那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是哪里人 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 然后我从雪兰娜出生 然后八岁之后我就飞到沙巴 然后我在沙巴住到我的secondary school 我高中毕业了过后我就出去新加坡读书 然后去澳洲读书 然后读完了毕业了 然后现在我回来KL 我现在人居住在KL 下一个问题 你多少岁 我今年已经25了 然后再多几天就是2021 然后明年再多几天我就要变成26岁了 下一个问题是你是学生还是上班族 我去年说是毕业了以后 然后我就回来马来西亚 然后我开始经营了自己的一个美容品牌 是做面膜的 然后它叫做MAS 然后现在Shopee Lazada 或者是那个Farmacy SN Plus Farmacy里面都有卖了 下一个问题是 你怎样在TikTok活的 我现在TikTok的粉丝量在570多了 然后我也是经验MCO 然后在家没有事情做的时候 然后才开始经营我的TikTok 然后我在一开始经营的时候 就发现这边比其他的社交媒体更容易经营 就是更容易拿到新的粉丝 所以我就开始很坚持的每一天都在认真经营 认真的拍认真的经营我的TikTok 所以到现在就变成570多K了 下一个你做过最疯狂的事 那我一直以来都有一个习惯就是在每一年的开头 然后我就会给自己做一个新的to do list 然后会列下10项我想要做的事情 然后里面其中就会包括一些比较疯狂 自己比较想要尝试的东西 就比如说去年我希望可以跳伞 还有参加全马拉松就是Full Marathon 然后还有一些些比如说我想要可以一字马 还是我可以就是顺利从硕士毕业啊 这些有的没的 然后或者是减肥成功啊 我都会放下去 可是最疯狂的应该就是去年的跳伞还有马拉松吧 然后还有一个很常被问的问题就是你有男朋友吗 我两年前谈了我的初恋 然后我已经有我的男朋友了 然后我在Instagram上面也是有跟他的合照 你们可以去看一下 下一个问题 你去过什么国家 我小时候我的家人很喜欢去中国旅行 所以我去过中国来无数次很多很多次 我去过中国很多地方 比如讲上海北京啊 杭州香港啊 云南啊 什么福建啊 还有什么北疆啊 新疆啊 这种地方都去过了 然后再来就是还有韩国 还有欧美那边巴黎法国意大利这些 然后还有我是去新加坡读书吗 还有澳洲读书 然后这些地方也去过了 还有台湾这些 然后之后 我还有一个地方没去就是日本 还蛮想去日本的 下一个问题是 你最喜欢吃的食物 我蛮不调食的 我是杂食动物 但是我最喜欢吃的应该是第一名应该是 Raw Salmon吧 就是生鱼片 生的三文鱼片 我喜欢的游戏是 我之前有玩过Among Us跟Roblox 这些暂时在现在还比较流行的游戏 可是如果说就是平常一直在我手机出现的那种 都是比较无聊不用用脑 然后就是打发时间用的那些 就是那种有点像Candy Crush的那种游戏 可是我不是玩Candy Crush 等一下我给你们看一看我玩的是什么 就是比较无聊的那种小游戏 我会说的语言是 当然华文就是我的母语 然后我在TikTok上面主要说的也是英文 然后还有的是马来文 就是马来西亚的那个国语 然后再来我的方言是福建 我的爸爸妈妈都是福建人 然后我住的沙巴斗湖那一边 比较多的是客家人 所以我会听一些客家话 然后还有你知道马来西亚的华人 都喜欢看Extraundain 所以我也学到一些广东 对就只有这一些 最后一个问题 你喜欢运动吗 有什么运动 我并不是很喜欢运动 而且我很讨厌运动 可是因为 其实我有先天性的党固存 所以我被迫一定要经常定时运动 从以前的非常厌恶到现在 已经慢慢习惯就是 长大了会自己注意健康 所以我还是会定时的去做运动 然后我会比较需要做一些有氧运动 就比如说我会跑步 或者有时候去游泳 对然后如果真的想要让身材好看一点的话 就是很偶尔的会去做健身 去gym做健身一点点重训这样子 好回答完毕 这也就是比较常被问的一些些小问题 然后Q&A section就结束了 那拜拜